中部地区30号进行万安42号演习 而台中市也动员了 包括有警察局、地方公所 还有学校等单位来进行防情传递 交通管制跟警报释放的演练 场面十分的逼真 也希望统合这地区能量来支援军事作战 强化居民联合防空作为 以确保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中部地区这天进行万安42号演习 台中市各单位总动员 包括警察局、消防局 还有地方公所等单位都配合演练 台中市长卢秀燕也到场视察 对这次的万安演习表示肯定 我们各个参演的单位 大家非常认真的在参与演习 那么演习视同作战 在这么逼真的情况之下 充分地显示我们各个单位 平常是训练有素准备充足 那这次演习特别有意义 因为跟军方的这个演习 跟军方的国军的汉光演习 一起连演 所以意义特别的重大 消防队出动云梯车 要救出受困在顶楼的民众 其他包括电信业者也立刻检修管线 确保灾情不再扩大 而受伤的民众在医护人员的护送下 前往医院 各单位各司其职全力投入演练 我们平常就要做好 我们防灾救灾的一个准备工作 强化政府面对各种情势的应变处置能力 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着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灾害 那么我们希望借着这次的演习 能够一起打造台中市成为一个 优质移居以及安全的城市 这次万安42号演习出动包括云梯车 大型灭火机具以及救护车等等 场面相当逼真 是否表示强化居民联合防空 事先准备降低灾害发生几率 让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更有保障 记者张伟林 台中采访报道